有人建议我说说王光美 我有点为难 首先呢 虽然我在中共中央维线研究室工作过很多年 其中有七年在刘少奇研究组 但是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研究人员 对刘少奇是一知半解 我和王光美倒是也有一些接触 但也是伏辟潦草 其次呢 要说一个人物 总是要说说优点 也要说说缺点和错误 我还是有点心理障碍 对这位盟员很久的主席夫人 我该说到什么分寸上呢 我想呢 说什么都会挨板砖 我就准备一顶钢盔吧 其实我手头没钢盔 戴一顶帽子 不过呢 今天是11月12号 55年前的今天 刘少奇死在了开封 就是这两天特火的那个城市 这个城市名字很有意思 开和封 其实呢 名字里头已经有了寓意了 他敞开了大门 欢迎这些人 骑单车过去 共享单车过去 但是呢 现在又封上了 一开一封 国家主席刘少奇火化的时候 不能用本名 用的名字是刘伟皇 小时候的名字是他 今天这个日子里头 不说刘少奇 说是他的夫人王光美 我想呢 我今天这个说法呢 是从对王光美的批评 或者是诟病来说起吧 我认为呢 刘少奇和王光美 都是优点缺点 错误都有的人 绝不是完美的 但是呢 文化大革命 把他们的缺点放大了 甚至是无中生有了 虽说是平反了 但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印象 改变起来很难 其实举个例子 泼了一身的脏水 你就是再洗 也会有一些痕迹 对王光美的诟病 我想咱们从头来说 第一段是说他和刘少奇的婚姻 有一种说法呢 说王光美1948年 在军条处的中方当翻译 那时候有个男朋友 传说就是建国后的卫生部长崔岳黎 而且呢 他还跟军条部的一个美军军官 在掉膀子 事实是有出入的 崔岳黎在建国前 一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 王光美呢 在北平的府人大学上学 期间入了党 崔岳黎是他的领导 刘少奇是崔岳黎的领导 刘仁的领导 崔岳黎推荐王光美到军条处的 中共代表团当翻译 后来呢 叶剑英 把王光美带到了延安 在延安 他认识了刘少奇 认识刘少奇的时候啊 这个刘少奇和他的前面那个老婆叫王前 已经离婚了 是单身 王前后来嫁给了贺珍 就是那聂珍 就是聂原子的哥哥 延安呢 有不少人张罗着给刘少奇介绍对象 那时候呢 他的地位相当的高 可以说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他的婚姻 当然引人关注 八十年代初啊 我到南昌去采访方志敏的堂弟 方志纯 那时候呢 他是江西的副省级干部 他说啊 他那时候也给刘少奇 就是他在延安的时候也给刘少奇介绍过对象 但女方嫌刘少奇岁数大了 没有同意 后来呢 有人就介绍了王光美 谁介绍的呢 我认为介绍人就是王光美自己 王光美有回忆 他说呢 这个1947年的3月5号 担任朱老总秘书的黄华同志 通知他到少奇那里去谈话 黄华原来是军条处叶剑英的秘书 和王光美也很熟 王光美说他到延安后 第一次见到少奇的时候 就提出过希望中央领导同志 对他们这样的青年人给予帮助 刘少奇记住这件事了 当然了 王光美年轻漂亮又文化 也容易被王老五记住 刘少奇那时候是王老五 那天呢 在刘少奇的窑洞里 说着说着呢 就到了吃中饭的时间 见到崔世仁把饭端来 刘少奇就留王光美吃饭 王光美说 我已经吃过了 你慢慢吃 我在这里等 还可以看看你吃的什么 他说呢 当时是出于好奇心 想看看刘少奇吃什么 就坐在沙发上没动 我想呢 这样的肢体语言 刘少奇不会不懂 一般我能到别人家去做客 别人说我们要吃饭 你就留下吃饭吧 说你要不吃的话 你就走了 不吃饭又在那等着看 什么意思吗 1948年的三八节前后 王光美结束了土改工作 回到了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在这里重新又遇到了刘少奇 这是一次外事组组织舞会 刘少奇也来了 他对王光美说 有空到我那去玩 这句话也许刘少奇只对王光美说了 27岁的王光美也是淑女了 27岁嘛 尤其在那个年代很大了 当然懂得深浅 他就找了一个礼拜天 到了刘少奇的住处 王光美回忆呢 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 战争年代呢 时间紧张 不能拖泥带水 在这个谈话中 刘少奇就直接表达了 对王光美的好感 他说呢 他年纪比较大 工作很忙 又有孩子 要王光美好好考虑 王光美说 年纪什么的 我倒没往那考虑 只是在政治水平上 我们差得太远 我和你在一起的话 我不知道应该注意什么 而且我也不了解你 过去的个人情况 实际上这是答应了 少奇回答说 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 如果想了解我的过去 你去问李克农同志 王光美最后还特别问了一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的婚姻关系 少奇就说呢 你如果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就去找一下邓大姐 这话呢 等于双方都挑明了 说了说的呢 王光美觉得时间不早了 就问几点了 我该回去了 刘少奇拉开抽点 拿出一块表 看了看 说哎呦 表不走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 王光美说呢 你就交给我吧 我帮你去修 这一块表 这些对话 像是在表达情感 表表心意嘛 这样呢 两个人确定了关系 但王光美提出 等我的入档申请批准以后 再结婚 刘少奇同意 过了不长时间 王光美的入档申请批准了 刘少奇一定是起了作用的 决定结婚以后 刘少奇让王光美把行李搬到他那去 王光美问他 我就这么搬到你那去 算怎么回事 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 刘少奇说 不用 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1948年的8月21日 刘少奇派他的卫市长来帮王光美搬行李 这天呢 外事组的同志们还做了一个大蛋糕 也一起带到了刘少奇那里 王光美回忆说 正好晚饭后食堂里有舞会 少奇和我都去了 毛主席恩来同志都在 恩来同志特聪明 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办结婚仪式 就跟毛主席说 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 看看他们住的地方 这样 我和少奇就陪着毛主席恩来同志回来了 来了以后 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 几个女同志和我到另一个房间切蛋糕 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每人切了一份 他们一面说说笑笑 一面吃蛋糕 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纳要了一块回去 这下等于组织上也认可了 延安的三巨头 毛 刘 周 其实呢 作为二十多岁的大姑娘 长得又漂亮 少不了追求者 谈几次恋爱也正常 作为中共的领导人 刘少奇和王光美 还算不上拉郎配 不是组织分配 还是自由恋爱 那个时候延安的很多老干部 其实都是组织分配的 女方不见得同意 也不见得了解男方 但是组织上就这么决定了 至于说呢 王光美是不是看中了刘少奇的地位 就算有这个因素 也是人之常情 再一个问题 很多人关心 王光美为什么要陪 毛泽东游泳 我也不认为这算什么问题 领袖召唤去游泳 能不去吗 再说 去了就会有问题吗 有人还是想多了 1959年夏天 中共在江西庐山 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 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这就是著名的庐山会议 会议开始的时候呢 气氛比较宽松 毛泽东那时候心情还不错 彭德怀的那份万言书 他还没有看到 毛泽东是喜欢游泳的 他常去庐山的一个水库 叫庐林水库去游泳 一天下午 毛泽东的卫士 给刘少奇办公室的这个秘书 叫刘振德 打电话说 毛泽东邀请王光美 到庐林水库游泳 刘振德是我的老领导 是他把我从一个工厂 带到中央文献研究室的 是个极为厚道的人 王光美赶紧找出泳衣 出门又觉得有点冷 就找了一双丝袜穿上 他记得刘少奇看了他一眼 说了五个字 说哦 还看还穿丝袜 王光美到庐林水库的时候 毛泽东和一些人正在游泳 他跟毛主席打了个招呼就下去游了 其实呢 王光美的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泽东学的 所以后来毛泽东有时候游泳会邀请他 但他也不是每次都去 其实呢 是少奇不太赞成 有两次 毛泽东叫王光美去游泳 刘少奇都以健康理由拒绝 因为在庐山住的时间长 这一时期呢 毛泽东又几次约王光美去游泳 有一次他遇到了后来上山的江青 这里就有同性相斥的问题了 王光美记得这一段情况 他说呢 我们到了那里见到江青 还有其他人 大家说说笑笑 江青还为我们照了张合影 不一会有人打电话 说请他去摄影 江青就走了 于是呢 其他人都下水库游泳 王光美说啊 游完泳上来已经是中午了 毛留大家吃饭 饭摆好了 江青还没有回来 催了两次 仍然不见踪影 大家说 请毛主席先用餐 我们等江青来了再吃 毛泽东说 咱们一起吃吧 大家刚做好 江青回来了 他一见这个场面 很不高兴 立即沉下脸来 生气的说 文章是自己的好 老婆是人家的好 毛泽东哈哈一笑 没说什么 他大概也不好说什么 王光美说 我没有想到 江青当着这么多人 还有孩子们的面 说出这样的话 很是意外 只好装作没听见 忙给他让座 问他摄影的情况 才让他平静下来 其实呢 毛泽东在庐山上频频约 王光美游泳 没有 也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 他用不着 他没有必要 我认为呢 有两个因素需要注意 一是开始 庐山上确实是个神仙会 很放松 游泳是毛泽东喜欢的运动 他不可能找一帮中央委员老头子 去陪他游泳 找谁不找谁 都会引起很多猜测 就是为什么找他去陪游泳了 为什么不找他 找一个无如轻重的女士呢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再有同性相惜嘛 而其他的大姐们 无论是邓颖超 还是康克卿等等 岁数都大了 也不合适 王光美是理想的人选 那时候他也就是40岁出点头 再一个因素 是庐山的会议 后来成了一个斗争会 以彭德怀为首的不少人 对毛泽东有意见 毛泽东是一个大师级别的斗争专家 他拉住王光美 也是给刘少奇看的 希望刘少奇更坚定的站在他这一边 所以我不认为陪游泳是个大问题 网上还有人给我留言 说希望我讲讲这个事情 第三个问题呢 是桃源经验的事情 我认为呢 这是王光美的一个败笔 当然他老公也有责任 有一个老干部叫李欣 记录了这样一段往事 说1964年的夏天 一个炎热的晚上 曾经担任人民大学领导的老干部李欣呢 这个接到了通知 第二天要到人民大会堂听重要报告 而且不得缺席 这时候呢 李欣其实已经辞去了领导职务 在社科院当一个研究员 但是因为他资格老 级别够 也接到了通知 第二天他按时去了 会场不大 坐马的人 台上坐着所有的 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和元帅们 大家全场都是鸦雀无声 非常严肃 一会儿 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了台中央 因为毛主席不在北京 刘少奇是主持全面工作的 周总理向刘少奇说了一句话以后 对大家说 今天是请少奇同志给大家讲话 我后来听别的人说 这个李欣的回忆录里没怎么说 我听别的人说呢 当时是刘少奇学的是毛主席那个做派 周总理先出来 过了一会儿 他才慢慢走出来 等着大家鼓掌 刘少奇开始讲话了 虽然桌上有扩音器 但是他没有坐下来 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的讲 他讲的大意是 中央不是有规定吗 中央各部门的领导人 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 可是你们为什么不下去呢 待在北京什么情况也不了解 光会在上头发空头指示 怎么不产生官僚主义呢 少奇还说啊 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 不是发现了很多新问题吗 他现在总结了很多新经验 很有意思 刘少奇最后说 谁要是不下去 就把他赶下去 这个会议啊 从头到尾 总共不到一个小时 这么大热天 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起来训话 尤其是表扬了自己的老婆 人们非常不满 走出会场的时候 李欣听到有人议论说 这是干什么 这不是听训吗 有些军队干部就开始骂娘 刘少奇呢 因为长期白去工作 他在军队里的根基不深 所以呢 军队里的干部 还是有很多人不买他的账的 这段故事呢 从各个方面的资料是可以验证的 李欣的回忆又是一个验证 其实呢 毛泽东对这件事情也很不满意 他曾经对少奇说过 说我让大家下去 都不下去 怎么你一发火 让大家下去就下去了呢 毛刘之间的裂痕 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毛不能忍受的地步 但是刘感觉还是很迟钝 1964年的11月底 一次听取工作汇报的时候 毛泽东对刘少奇说 还是少奇挂帅 四清 五反 经济工作 通通由你管 我是主席 你是第一副主席 天有不测风云 不然一旦我死了 你接不上 现在就交班 你就做主席 做秦始皇 我有我的弱点 我骂娘 没有用 不灵了 你厉害 你就挂一个骂娘的帅 你抓小平总理 对于毛泽东 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 刘少奇并没有准备 他指的说 我搞不来这么多 四清我管 五反 谢夫智 彭真多管 经济工作 有小平总理管 毛泽东说 还是你挂帅 小平做秘书长 他们这些人很忙 否则哪个也捅不起来 12月26号 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 建国以后 毛泽东没有公开 为自己过过生日 但是这一次 他主动提出 要请一些人吃饭 并且亲自审定了 请客名单 吃饭是在晚上进行的 参加人 有部分中央领导人 各中央局的负责人 还有参加三届 人大一次会议的部分 劳动模范和科学家 以及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一共40多个人 毛泽东一进宴会厅 就说 今天不是请客 更不是祝寿 我拿自己的稿费 请大家吃顿饭 也算是实行四酮吧 就是四清中王光美提出来的 这个四酮 什么同吃同住 同劳动之类的 接着他又说 不能光吃饭 还要讲讲话呀 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 就翘尾巴 这不好 摸到一点不要翘 摸到两点三点 也不要翘 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刚刚开始 有人翘了尾巴 怎么办 我没有蹲点 没有发言权 也要说 这是刘少奇说的 没有蹲点 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说 错了大家批评 帝国主义 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 就算是教条主义吧 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 一万年也变不了 我们写文章打仗 不会死人的 毛泽东接着说 今天是我的生日 过了年就是71岁 我老了 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 所以呢 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 现在用几盒香烟 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 给贿赂了 如果把女儿 嫁给一个干部 那就要 要什么有什么 他们与工人阶级 和贫下周农 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认为 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 不在我们手里 我还担心党中央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的出现 标志着资产阶级 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 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 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这些人是斗争对象 革命对象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绝不能依靠他们 这是一次气氛非常紧张的生日宴会 参加宴会的曾志 就是逃住的太太 曾志说 吃饭过程中 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 这晚上说的格外多 很多话是话中有话 时间久远了 我已经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 但是有句很厉害的话 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 尾巴翘得很高 那晚丝毫没有受宴的气氛 个个都紧张而且困惑 主席这是怎么了 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 安静的怕人 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 嬉笑斥责 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 陶柱啊 曾志的老公 曾志的老公啊 陶柱 那时候还没到中央来吧 那时候还在中南局当一把手 陶柱后来说呢 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 不幸的是 毛主席的矛头所指 恰恰就是刘少奇 其实啊 不只是毛泽东不满 很多党员干部也不满 因为桃源经验中很重要的是扎根串联 主张令组阶级阶级队伍 进行夺权斗争 刘少奇说 现在搞社交运动 过去搞调查研究的办法不行 得学会扎根串联 而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的看家本领 这话传到他的耳朵里 他一定不会痛快 我倒是觉得呀 王光美在桃源搞的那一套 是刘少奇指导的 而刘少奇其实是秉承了最高领袖的旨意 领袖对他的不满 并不是他的做法错了 而是认为他有些过于突出自己 当然也过于突出了夫人 我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情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 派人把王光美接到政治局会议上 做关于桃源经验的报告 而事先没有和刘少奇商量 这是对王光美的肯定吗 我觉得可以做多种理解 总的来说呢 桃源的四清是文化革命的一次小型的预言 刘少奇和王光美等于在积极的做了实验 而且把自己做成了实验品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来接着说 王光美的这几个问题的解读